大家好 除了刚才那场博纳门的长刺之外 这一场都是我精选 合不合心水 刚才那些东西真的可以的 我觉得 但你说不是 张老师薄了一点 不要紧 这一场一样都可以的 我觉得在来的夜马赛事 这一场大家要小心 小心 不过都是相对刚才那场博纳门是正路的 未开始之前都不厌其烦 再多谢一次大家 出席了我们3月3号的网罪 真的很充心多谢各位这么多年的支持 这个是我阿鵬和Wendy 大家一些充心多谢的话 都是要多说一次多谢 还有些说话一定要多说一次 就是留言 赞 分享我们的片段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钟 未加会费的月头 快点交班 最重要的是 除了我的心水 梁游记阿鵬的心水一样都可以的 没关系那么多了 立即去片段 看看我今次介绍什么码给大家 好 和大家重温这只上浦精选 在上一次怎么打开胜利之门 看到很酷的 灰色马 红色衣服 红色衣服 粉红色棉裤 现在是尾三的就是上浦精选 这只马上次我都有推介过给大家 它的表现真是 上次终于都来了 一条直路走上来就搞定了 无胶 上次其实它跑1200 都告诉大家 只要它跑出水准 可以在这帮正正经经的作赛之下 就算排外些档都不排 看到现在它仍在尾三的位置 但是董明朗都真是不方不望 就已经是一只马在尾三的位置 都准备留一段最后冲事 看到它现在都是按住的 一路就开始修正一只马 结果它就不要以为最外档冲 一路都在找位 最终于200米的时候 被它找到的位置 就摆正唐太就冲上来 看到一路跟怪兽熬合合就冲 以为怪兽熬合合搞定 谁知道就黄雀在后 最后这几步真是贏一条颈位 追势都真的相当之厉害 所以其实上部精选 这场它打开了胜利之门之后 我觉得它打一搭应该都有表现 我就推介这只上部精选 给大家要来做这场的马铒 好 这次投场五班千二赛事 除了推介给大家的上部精选做胆之外 这三只大家可以留意 第一只就是三档133磅 昇仔那只上膠 那其实上膠今季 在四班都上过名的千二 就是它下班之前 其实就说冒险东 都是跑过一次第三 那次四班输给那些马 是输给新干线 旅游高球 而且那次它排过10档 这次的三档 昇仔可以帮帮忙 我觉得这只马点都要留意 另一只就是近来 好一点那只 刚刚上次下班 下到来不帮沙田千四 输了的快马加鞭 其实在季内 它在沙田千二 都比较近 那次差点 都可以跑到入位 因为输给福国保卫人心星 手机标靶 这些 比较上面是四班側身的马 所以这只快马加鞭 这次用到暴民 应该都会是 一个不错的配搭 可以去想想的 最后一只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上次输给上浦精选的 怪数号盒 这次6档120磅 每日巴道 都是 有个磅 有利 所以这次应该都会是 上浦精选的 其中一只对手 这次我就用上浦精选做胆拖 上浦快马加鞭 和这只怪兽 好夸 好夸当阿鵬 一样有好夸给大家 近来 心水真的有中有不中 希望来今次 就可以帮到大家 一起就赢白马会 还有在这里 好多谢各位网友 出席了我们3月3日的活动 我们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希望来今的时间 都可以继续搞些网续 和大家玩一玩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